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说吧 什么事 她冒充求知地跟我沟通 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后 她断定我是假情费 今天出现了 简单说 要钱 答应一次性解决 那就给她钱 她要多少 二十万 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 那好说 二十万是吧 是我让公司把钱打到她的账户 还是先打给你 你再打给她 还是先转给我 我再转给她吧 留个转账记录 我还需要她的一份保证书 你的账户 我发给你了 刚才来的路上我就已经说好了 谢谢你 依然 收到了 上大学那会儿我也没少花你的钱 蹭吃蹭喝的 我也没说谢谢啊 你怎么这么羞涩 你是不知道啊 如果不把这个女人的嘴堵上 往后的事不可想象 种种努力都会转头成空 过了这一关你也不会平安无事 北京有多少同学 熟人 你知道会在哪儿计较嘎拉玉的 你想成功 可你想过没有 你越成功 你的经历 形象就会越被公开 一个悖论摆在你面前 越成功就越危险 就像是对雪人一样 再精美 天一热也要花掉 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已经到账了 这么快 我建议你尽快恢复郑秋冬的身份 我咨询过 初一后会户籍所在地办理身份手续 并不难 好在你出来的时间还不太久 你怎么老是打击我呀 我觉得我们就像是 亲人 像亲人 我怎么会打击你呢 你条受不清的缘分 让我们纠结了八年 有时候我会多想 这么说吧 如果你将来事业成功 公司要做上市 假身份一定会让你溃败 但坐过牢的经历 就不会妨碍你 三十万 你先用着 我这边毕竟方便 不凡 秋冬 李律师 不说了 不说了 送你走 收到 这份情意 是我的骄傲 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 绝对不是出于客气一人 我们见过两次面 两次你都跟我提到了身份的事 在这件事情上 我一开始 并没有想到你说得这么多 我也不怕去这么做 因为我不去做坏事去骗人 我就是想回避一些麻烦 图个方便 你刚刚提到的那些 以后我也会小心避开 我希望你会对我有信心 我会以自己的方式 隐回输掉的一切 一切 是不可能的了 那就除了那些不可能的 你什么时候呢 能想做一个普通人呢 我一直都不想做 可一直都是啊 就是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你觉得有点心神 是吗 正是因为那样 我丢掉了太多了 所以我不想在那样活儿 走吧 我送你 别讲自多礼了 失去太多 不是因为你有野心 而是因为你不真心 我们送你 走啊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了 管管你 滚得越远越好 罗一人是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一个在男人之间跳来跳去 只供自己快点的剑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管说 没错 中宝传媒业绩是不错 但是也有选择面 不可能全方位合作呀 你像罗一人 他喜欢文学艺术这类的 那他在图书平台上就介入很深 你们要仔细分析这个人 你像岳如意 他不是喜欢踢足球吗 那他肯定会拐弯抹角地 卖一个足球俱乐部 玩嘛 你像罗一人 初燕子这样的女老板 她们是有共性的 什么共性 矫情 进 宋总 网络舆情系统的整理结果 请您签字 请您签字 你过来一下 稍微不道解 您签字 什么 注意 你这也太流氓了吧 谁借你钱了 你这是敲诈 那我也只能写戒啊 钱已经入账了 你回头一报警 我必死无疑 写戒绝对不行 你下次再敲诈我怎么办 那用钱封口我也不能写啊 你再告诉我我还是完蛋 这不是先说好的 没有啊 至少没彻底说清楚 我觉得吧 写戒最合适了 以后我还有可能把钱还给你 还 就你 你也太自恋了吧 你别看不起人家秦飞 这么叫你 还是挺别扭的啊 你要知道 你想要的那种保证书 是要在有关部门都在场的情况下写才有效 我们在这儿偷偷摸摸写什么都不算数 要不然我在上面写三个字 敲诈信 可能吗 事情已经结束了 你尽管可以放心 就算以后我穷得吃康燕菜 我也不会再扫二年 我也得攒人品了 也不支持 也不支持 遇见我啊 觉得恶心吗 不算最恶心 不算最恶心 还有我更恶心的 有 跟你面对面吃饭 算你看 还有名字你记住了吗 你的名字和账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一定会成功的 真的 我看人最赚了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你最希望我成功 因为我越成功 你就可以瞧找我越多的钱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到底能不能听懂我的话 你能不能别跟我 逼逼逼逼的没完没了 小姐中我告诉你 你要是有底线 拿了钱就滚蛋 在我面前消失 你要是没底线 我奉陪到底 你刚说的话 我全录下班 怎么于死我破 我惨到底 也就是没脸在CBD混了 你是要做大牢的 知道吗 我下午三点钟的飞机 到了广西以后 我会给你报平安的 真是无知者无忧 服务员 拿双筷子 来多吃点 这个人叫白丽琴 是罗依仁五年之前的男朋友 重点说这个叫前飞的 从白丽琴的线索上 查得此人名叫郑秋冬 也就是白丽琴大学时候的师弟 在海淀工商注册系统当中 查到他2007年12月份 曾经注册了一家职业介绍所 我联系了郑秋冬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波 根据张波说呢 在罗依仁和白丽琴恋爱之前 他的男朋友 就是这个郑秋冬 够乱了 那这家伙为什么要假造一个身份 前飞跟他什么关系 没结果正在查 毫无逻辑 而且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要造一个广西身份呢 曾经理 你资料里的这个秦妃 除照片不同外 其他的 都与我们这儿以前一个做 连接科技公司的秦妃一模一样 什么 我犯之前 我委托南宁的合理咨询 了解秦妃的情况 这是回信 曾经理 你资料里的这个秦妃 除照片不同外 其他的 都与我们这儿以前一个做 连接科技公司的秦妃一模一样 年龄 习惯 和出生日期都一样 按资料来看 他俩读大学 还是同班同学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 我们这儿的秦妃已经去世了 葬在老佳林过乡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派人去墓地拍照去张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你那边的秦妃 是个冒牌户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冒名挺替 很好玩吗 我们做了多种假设 都不能让人信服 什么 马上把视频传到我的邮箱 好 孟总 这个人过去还进过监狱 这小子该混好莱坞啊 走在这种地方 我身上执起鸡皮疙瘩 这是这边监狱网林局 废弃的一座旧办公楼 对了 从墙上的宣传栏里 还能看到过去的一些东西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你让我查的事了 怎么样 孙经理 我够想大了 在打听小刀消息 刨之八卦这类事业上 哥哥我很有天赋吧 对了 这个人在监狱里 还考了好几个证书呢 你看 报纸上还通过啊 二零零九年入狱 二零一三年出狱 经历年休 三经理 你怎么感谢我 下个又回北京 别忘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可恶 怎么处理 这家伙是哪儿的 南宁那边的一个合作伙伴 喜欢隐私窥探之类的事情 问问他 清妃是什么最进去的 这个清妃怎么办 要有预案 一个屁案 做事证据 让牙过大 你在山谷做人力资源 可惜了 说白了 就是企业人事课的副科长 能成长到哪儿去 我这边是真正的人力资源格局 我要单独做大这个培训机构 重装上市 就像新东方一样 你也可以有股份 成为合伙人 跟你谈 我不用手下人 作为董事长 我直接跟你谈 还有 我们这边理育培训 吸引的都是什么人 知道吗 空姐 模特 主持人 演员之流 美女如云 你想想 极品的工作环境 欲望的行云流水 谢谢班长 山谷对我很好 我也愿意 对山谷忠诚 您这里有股份 有美女 都是诱人的条件 我只能说这次很遗憾 我们缘分未到 令害判断不要这么快 所有的条件都要考虑清楚 我们有这么多的条件 但是有一个原则 谁先谁后 山谷在前 我不能无原则去领 那好 我祝你在山谷前途无量 谢谢 郑秋冬就是那个秦妃 二零零九年 因组织宣传销 被判入狱五年六个月 因为狱中表现优异呢 两次减刑于二零一三年初狱 小年曾做过虫草生意 后开过执介所 擅长成功学之类的 岩浆鼓动 在该领域小有名气 哦 还有 帮助过曲总的秦妃 确实就是 已经去世的那个秦妃 奇怪 怎么就是没汉呢 你只管放心 让我来安排你的未来 大致三年为一个阶段 我来帮你规划 在这几座大厦之间 就有可以上九天揽月的秘密通道 通道入口 我值得 步步高走 年薪翻翻 相信我 其实做大的 也没什么好 这话怎么说的 生存法则 你记住啊 位置 永远是越高越好 女人的 该走就走啊 别无事 没有 做大的 你身上有一点点的这些缺点 都会被放大了 被放大了就会被人抓住不放 说三道四 抓住了又能怎么样啊 再说了 你身上会有什么软肋怕被被人抓住 看不出来啊 小毛病啊 谁都有 别过分放大就行 有约会你就去 不用管我 真没有 有些事被抓住了还可以继续 可有些事一旦被抓住了 一切都得清零了 得重新开始 遇到什么麻烦了 没有 第六个人 好像要发生什么 有时候我总是会有些莫名的故事 你没朋友 没钱找银行 咬病看医生 为什么要有后面 怎么了你 这话说得太消极了 你一定碰到什么事了 想找人说 可你对我呢 还不够信任 一直在犹豫 能说还是不能说 真没有 我就是莫名地顾虑 所以 没事的睡一觉就好了 记住啊 今天的山谷 是你的最佳位置 它要在美国上市 只要你保持住这个位置 将来 经不回 我会的 我已经喜欢上这份工作了 是 这他妈不吃的 什么事 垃圾等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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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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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斐先生 孙经理说让您直接去宋总办公室 宋总 是宋总吗 是 这是你的承诺书 你承诺过 要忠诚于公司 你做到了 孙总 只要是我承诺过的 就会做到 那也饿了 房伟可以造假 谎言替代承诺 这样的做人 你满意吗 宋总 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撒谎了 弥天大谎 你辜负了集团对你的信任 我是做过一些措施 那 那是在过去 我进了公司以后 从来没有做过 任何对不起公司的事 你是一个骗子 成人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冒属游戏这么好玩吗 整秋冬 山谷的调查部门不是白事 这是广西监狱提供的材料 这是你做传销的时候 一个姓苏的女同事 提供的 还有 秦妃的同学 秦妃的未婚妻 提供给我们的 她未婚妻是个骗子 是个狡诈犯 至此 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回去收拾收拾 好 我这就会去收拾 可是宋总 我想歧视一下 我的所有的错误 都是进山谷之前犯下的 来了这儿之后 我没有一丝的怠慢 我知道直里是包不住火的 总有一天我会露馅儿 可我一直希望这一天可以来得晚一些 我想为公司多做一点事 想让同事们看到我的能力和贡献 能原谅我的过错 我爱山谷 其实我到这儿的时间不长 可是我已经有了归属感 你错看我了 没错 贡献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 但愿不能跟品德相比 我对品德的要求是很高的 隐瞒过去不光彩的经历 就是为了维护我的品德 我做了那些错事 真的是为了完美 传销的事怎么解释 那是犯罪 彻头彻尾的错误我不辩解 这会儿你怎么不说品德完美了 那件事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 等我知道了 就停不下来了 为什么停不下来了 为了一段感情 需要用钱 我猜的是这样的 因为一段感情 那现在看看你 再看看他 你不觉得你傻到家了吗 你的名字将载入人力资源的 黑名单 这是你的代价 而且我还告诉你 今后的你 必然会更难 你收拾就收拾就收拾吧 好自为之 你没事吧 还行 好自然 是 哎呀 我说你快点啊 幸亏孟董事长这会儿上厕所呢 要不然麻烦大了 哎 赶紧打印出来 董事长 董事长 我被解冰了 我对不住你的信任 走好 以后的路还很长 您能听我再说几句话吗 我假冒行非的身份是错误的 我隐瞒履历也是错误的 可是请您相信 我只是想做一个履历干净的人 这一切对于别人来说很容易 可是对于我 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是我无奈的选择 董事长 我的身份是假的 履历也是假的 可是我付出的心血那都是真的 董事长 这是我熬了一个通宵 修改的岗位今天计算表 还有您看 我的西服 我的陈衣都是提前一个晚上熨烫好的 我大心眼里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留给公司 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宜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董事长 你做得再好都不足以改变公司的决定 敢面对面欺骗董事长的人谁敢聊 这个公司的历史是光荣的 你玷污了他 你怎么什么都敢做 还追到洗手间来了 我可以 邱董事长 请您网开一面 不要把我的名字 输入人力资源的黑名单 你就全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童 给放手 无耻 你想让我和你一起下地狱吗 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对你的人品已经毫无信任 我们有责任让所有的人知道 你是怎样的人 你不懂的 我总不是为了 你不懂是在把药博所 在活动中置 可怜 好 根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可能 你给我编的故事吗 你还想往下听吗 不信拉倒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 听着像八卦吧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弄个假身份来回现代职场 我们大老板都气疯了 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脑子不够用 也不是 他这个人挺聪明 很斯文 看不出经过他了 不说这些了 再看一屏吧 你行啊 真的假的 哥德拉 你就在这边走了 明天早上我还要上班呢 那个假身份的人走了 我的事肯定会多出来好多 你们家装修挺不错的嘛 还行吧 我钥匙帮带了 等我一下 我钥匙帮带了 等我一下 你知道的 别紧张 白天发生的一切跟你也无关 过去了 我不怨任何人 该我自食其果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问 我的事 最初的怀疑是才哪儿产生的 这个 你现在还不知道 当然知道 我就是想在你这儿得到证实 你最近和哪个民主接触 你自己心里清楚 果然就是他 谁送的 你送的 你会送的吗 我会送你的 我会送你的 你给我送个人 你衣服 我会送你 我会送了 你工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车收费员 对学历没要求 月工资两千 先教我实施吗 对 兄弟打烊了啊 下午一点半上班 我们这儿执行公元作息时间 劳动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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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敲诈我们的电话录音 二十万银行转账记录 你是自首的 还是我冒进 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说好了吗 说好了你还请我公司告发我 什么呀 谁告发谁啊 别跟我演戏 别给我装 以前要拿钱走 我后来就被公司开除了 不是你是谁啊 哎 我告发你 我有着必要吗 你就为了借着 从北极跑到这儿来找我算账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告发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当然是为了钱 吃完原告吃被告是吧 我发誓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再去挣山谷的钱 我也是个有品德的人好吗 就你 啊 干吗 哎 不 你敢念对面敲诈一个 刚从大楼里放出来的 还有什么钱是你不敢挣 我 我要知道 你登过大楼 别说敲上你了 话都不敢跟你说